那家人覺得我的外表並不是特別的妥當 他們甚至召開了會議說要把我頭髮剪掉 就是全家人都是反對 我覺得特別感謝他吧 要是當初我沒有上他的節目 那我現在可能會順著家裡的意義 我就當個男生當個工程師 其實在一棟變性手術前遇到的問題比較大 因為大多數男性其實還是蠻需要生理需求的 所以我第一男跟第二男朋友都沒有發生關係 老實說人妖這個已經快變成我的綽號了 從我上高中、國中以來到大學畢業 都是被叫人妖 我覺得已經不算是一種霸凌了 比較嚴重可能會打你啊 或是欺負你 但那個時候我當然會選擇跟周遭朋友祝苦 但周遭朋友知道你想變成女生時 他們就會開始落即落離離開了你 開始孤立了你 因為他們自己也怕被排擠或是央眼光 當時大多數還是我的第一任男朋友陪著我 度過最難度過的那段時間 方法嗎? 因為現在其實台灣的跨性別的法律已經很健全了 像是變性手術後可以變更ID 這樣很多國家都做不到 那但是台灣的姊妹們比較少關注在外表這一塊 想要把泰國注重外表的姊妹這種風氣給帶回來台灣 我覺得不會欸 雖然現在因為披上了國旗然後去選美被大陸封殺 不能出現在任何大陸有關的平台 但是我認為學到兩點呢 第一點就是認識自己的不足 還有很多地方要成長 第二點就是挖掘到他們那邊 跨性別的姊妹們皇后們的保養的方式 衣服怎麼樣更好然後怎麼樣讓自己更上一層樓 那個時候剛跨出來剛轉嫁當女生 那家人覺得我的外表並不是特別的妥當 然後我自己看也覺得很醜 所以堅決的反對 他們甚至召開了會議說要把我頭髮剪掉 就是全家人都是反對 當然當時我收到康熙來的通告 那我第一個時間告訴我媽 我媽就說一定要去啊 我說為什麼 她說因為我是小S粉絲啊 所以就因為我媽是小S粉絲 所以我就來參加這個通告 但是參加康熙來之後 都是第一次我收到正面的評價 就是有人是鼓勵我支持我去做這件事情的 那我媽看到這個樣子也改觀了說 或許我出社會之後也能獨立活得好好的 所以試試看有沒有接納有另外一個女兒 那更重要的是在物質面 我因為康熙來了接到廣州直播的工作 也因為這工作存到了手術費 我覺得特別感謝她吧 要是當初沒有上她的節目 那我現在可能會順著家裡的意義 然後就當個男生當個工程師 然後過下平旁的日子 但是我知道那樣子的我 我會很悔恨 我帶來這份悔恨悔恨一輩子 所以我自己很慶幸 當初有上小S的節目 我覺得都挺滿意的耶 除了肚子最近有點胖 其他都挺滿意的 變性活得過30歲嗎 其實嚴格認真說起來 荷爾蒙確實會對身體產生一些影響 但是直到目前為止 我從來沒有看過 任何一位化性別的姐妹 化性別的朋友 沒有活過30歲的 真的沒有因為藥物 在30歲以前賞命的 完全沒有 好啦 如果到時候我辦賞命 都會通知大家好不好 就這麼決定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你 一位男校畢業的女生 就學時期的我長這個樣子 但經過風風雨雨之後 十年後的我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現在是上男廁還女廁 我現在是上女廁 但是但是有一陣子 在我頭髮還沒有流長 我打扮也很中性的時候 就那種很可愛的小鎮太小鎮太的感覺 那時候的我一直都是上男生廁所的 但是 就會產生一個誤會 每當我上完廁所 在鏡子前面整理自己頭髮的時候 路人數數 就心高采力在進入廁所時 欸 看到我 在鏡子前面 他就 欸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按照遠路線的樣子 退退回去 看一看個招牌 再看一看我 再看一看那個牌子 再看一看我 然後這樣子 重複來回三次 然後那時候我就 你在那邊也很尬 我會知道當好人 出來打圓場說 沒有啦沒有啦 就是我是男生哪這樣子 用很假的笑容這樣子 然後大叔就在那邊搭槍 然後就說 很漂亮啊 啊 啊 對啊 我長這樣就一整個很尬 哈哈 重點是重點是 有些大叔還會進行 個人展談時間 他開始問說 欸 所以你從小就開始穿女裝嗎 還是你爸媽同意嗎 我想說 What the heck 你不要笑想我的屁屁 你是成奇的 所以你是gay嗎 這個問題大概我在高中的時期 一天被問三次都算是很客氣了 音樂課還是說 欸 你是gay嗎 啊數學課 這一題 你是gay嗎 每天不論體育課數學課什麼課 都要被問三次 但這題我超能理解 大家為什麼會一直想問 因為有時候 連我自己媽媽都搞不太清楚 簡單來說 性別不等於性相 所以以我為例 我從男生變性為女生 所以現在的問題為女性 也持有女性的法定身分證明 所以 我是一位女性 喜歡男生就是 對 就是普通子女 就沒有什麼特級的稱呼 所以不會是gay 又或者是 蕾絲編之類的 名詞 ok Alright 但其實嚴格認真說起來 荷爾蒙確實會對 身體產生一些影響 但是 直到目前為止 我從來沒有看過 任何一位化性別的姐妹 化性別的朋友 沒有活過三十歲的 真的沒有因為藥物 在三十歲以前 賞命的 完全沒有 好啦 如果 到時候我辦賞禮的時候 再通知大家好不好 就這麼決定了 所以你的GG還在嗎 呃 不在 完全不在 而且我也一點都不懷念 變性手術的主旨就是 變更泥的性器官 如果泥的性器官原本是雞雞 它就會變成 薄薄 所以說 變性手術到底改變了什麼 如果你千里頭才跑去泰國 然後你要死不活住院一個月 躺在那邊跟木蘭姨一樣 然後你的醫生在你出院的時候跟你說 欸 你的雞雞很健康 回去好好照顧他們 所以 呃 嗯 嘿 是這個樣子吧 所以說我覺得 變性手術應該可以改名叫做 GG消失術 或者是 陸肌神斬之類的 就是大家可能比較好理解的名稱 變性手術痛嗎? 呃 幹 超級爆炸炸炸炸痛 我在執行變性手術之前 其實已經做過三次那種 全身麻醉的手術 但是 但是 變性手術仍然是在我心目中 地獄等級的可怕 手術時間高達8個小時 整整兩個月不能走路 身上各種出血 各種吸孔流血 Elly 你變性後 會有月經嗎? 沒有 完全沒有 爽 一個字就是爽 超級爽 怎麼樣啊 超爽的啊 你還沒走 但認真說起來其實也沒有多爽 因為你在 之前變性手術之後 會學會用到一個特殊工具 Wait 等一下 Wait 醫生會發給你像你這樣子 一個透明黃金的棒子 至於要怎麼保養呢 就是我們蘇貞擴張運動 變性之後能懷孕嗎? 不能 完全不能 完全不能 啊我就沒有子宮了 也沒有卵巢 然後Baby是要住哪裡? 你是要住在我的胃壁裡面嗎? 胃壁超人嗎? 簡單來說就是 變性之後完全無法傳宗接膽 當初我爸也是因為這一點 特別反對我到泰國做變性手術 不過那個就是 另外一個故事了 但是說真的啊 如果以後我跟另一半 想要有北平的話 我覺得最大的可能性還是領養吧 但是你可能會說 欸 艾倩你可以做到 勒工受孕啊 代理育膜啊 現在科技很發達啦 但是你要知道 現在的我 不只沒有卵子 同時 也沒有精子 這個無子吸胸的概念 也能理解嗎? 你就是沒有材料 你倆就沒有 那你要如何變出那個東西? 所以除非未來有什麼 神明的黑科技 比如說抽血 血配對啊 他就可以變出小包包之類的 或許我還有機會 對 那時候我就會好好的考慮 I cooperation with the Taiwan Clinic I come to Thailand find a new doctor So it's a new Good I write some recombinators So needs a lot to me You can help you I'm such a young man I'm such a young man 出生時 我是一名男性 但大學畢業後 我立志成為一名女性 所以在2017年的4月 我飛到了曼谷 執行了變性手術 回到台灣的我 希望幫助跟我一樣的人 所以開始在YouTube上 分享自己的手術心得 用藥建議 I'm going to take a break I'm going to take a break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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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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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5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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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我认为他们有个谘話台或者英语 我们说ノ城不ziehen 平台的活动 很简单 很简单 很多衣服 今天是国大余国 像谷川丘 很恐怖 别人 很可疑 and they will stay in Thailand, have friends, and they are pretty happy it's like the Philippines people are brave friends are brave because they are brave brave to come out of the box, come out of Taiwan many people feeling the same many people feeling the same you just don't think about that 好了 這個道具是鄭仔 由於歐洲愛人 你不懂她多久 又不是她 鄭仔 又能地歐 小孩 不是我 年整ihin 你來自往 我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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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千萬不要來學妹啊 So tired 改變的人 應該是那些 就我的爸爸媽媽嗎 那些 不是跨境的徒學的人 如果大家 都丟完手術之後 就隱藏起來 但誰來 就是讓這個社會熟悉 誰來融入這個社會 你要參加這個社會 那你的社會 會這麼重 會不會跟社會 是接軌在一起 還是參加來變成第三性 雖然在我死後 雖然還蠻早的啦 但是我就希望這樣可以 一代接一代的 不斷地接力下去 讓我看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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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沒有